至今经典,NBA关锤筛出06年战穆斯和韦德作为对手同场竞技的经典之战,那一夜,他仍成为全美热议的焦点,就连大洋彼岸的无数国内球迷也照顾了。 美国当地时间2006年4月1日,这一夜主场作战的骑士身穿白色战袍,而客队热火则身穿黑色战袍,我们姑且称之为黑白大战,白袍詹姆斯VS黑袍韦德,格扣以及滑翔反手扣,空中折叠上来,绝妙助攻等英才画面不断,这一扎可谓是火星撞地球,他出示是机翼般的火花, 真不愧是零三白金一代的最强天赋对决,天之骄词,詹姆斯处战45分钟全场25投16中, 罚球14法13中狂看47分12篮反9助攻二场段的华丽大号准三双, 而闪电侠韦德出战43分钟全场36投18中,罚球9中7独造44分8篮反9助攻, 二场断尼盖冒,这是詹姆两人生涯首次同侃次时加,当中场上响,詹姆相互致敬,拥抱在一起, 直定一提的是詹姆斯赢了这一场比赛,而韦德赢得06年的总冠军和总决赛MVP, 要03一代众人献杀不已。 不久前,感性的韦德在VNS上也删出06年经典之战的极紧, 并感慨到,多么棒的一个夜晚。 看到韦德的新动态,性感的詹姆斯再也不顾及流量难题, 留下两句,兄弟,你从来不撒谎,那确实是超级棒的一个夜晚。 一往昔真容岁月,逐渐,自詹姆韦德依旧感受颇深,同时也很一致,真是太心有灵犀了, 重温詹姆经典对标坎分大战,也许你没看过这场比赛, 毕竟一晃是二年过去了,但詹姆情,谁人不知谁人不晓, 他俩早已成为NBA史上值得回忆的一段佳话。